來看其他消息 從新北市撒出的 外送完管理主題條例 規定說外送完 上班的時間是十二點鐘 現在要提供保険料 現在高雄市員也要撒出上班的出案 準備要送議員參託 高雄市跟規定說外送完 兩禮拜來 都會休息兩天 兩天也不能 上班超過十二天 一早早送完才準備要吃早餐 又再走出來 有早來飯都不吃 因為早了 坐得多錢比較多 外送人員自己鼓勵 如果專機在走 一天最早要坐超過十二點鐘 不過高雄市完成後外送平台就坐 管理主題條例會超難 規定他們一天上班最多十二點鐘 兩禮拜 裡面要有兩天不能外送 才不會過了 每天的工作的一個上限 那第二個十二 就是十二天之後一定要有休假 新北市也八點 對到外送人員 退出到相關的條例 規定到外送完要有保養 而且一天上班十二點鐘 不過高雄除了跟新北一樣 有保險跟工時的寒座 還要求兩禮拜裡面 最終兩天不能外送 那是以提所來算 十二天連續上班了 後過天就要休息 那是外送人員 因為這才希望 還是一個人一上 最最大 就要八點鐘裡面通報企護 除非他不是很缺錢 但基本底盤都是八小時 然後十二小時的話可能是 因為我們會有獎金 所以跑十二小時可能是為了獎金去跑的 這樣子 值得去探討 因為畢竟是承染制度 有的人想要跑多一點錢的話 就是一定會超過十二個小時 來講就表示 這個操案上二回三途 之後再到九樓 不過這段期間有其他的建議 也會立在柯農 其實正前還會通販柯農 占對著市府的操案 全國五十三天會表示 在建議當中沒有回應 不過確實有人認同也有人反對 一家翁流亭好正準明交款跟不得